球場上的球員 你跟我手彼此間競爭激烈 對於在比賽中沒有發揮出實力 雖然難免感到可惜 但是藉由賽程一者以球會友 二者切磋球技外 從中也學習並累積了寶貴的比賽經驗 有一些人他們打球速度很快 然後有時候會跟不到 之後就可以知道要怎麼防守跟得到人家 比較緊張 因為平常比較沒有這種感覺 對相當的緊張 就是多了這個比賽 讓我們可以跟別人多一點切磋 我覺得非常值得 來自先內各國高中及社會各階層人士 所組成116支隊伍近500人踴躍參賽 比賽過程相當緊張刺激 就國團潮屯政團委會利用暑假 舉辦只要嗨不要嗨三對三籃球比賽 希望可以藉此提供一個正當的休閒活動 勸導反家暴 反毒品及反標車等的觀念 讓青少年朋友知道 主題最好是要要嗨不要嗨 這個籃球比賽 救國團透過這個救國團來舉辦這個籃球比賽 讓青少年遠離不良的誘惑 提升大家的運動風趣 而且大家都有健康的身體 我感覺是一件很好的事 縣議員蔡明璇表示 籃球是一項很好的運動 不只強健體魄 也讓愛好者有個優質的休閒娛樂 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及各相關單位的協助 共同為青少年打造一場既熱血又安全的熱鬧賽事 感謝我們救國團跟我們草屯政公所一起來努力 就是來舉辦我們這種三對三的籃球比賽 尤其在暑假的時間 我們一些小朋友同學最喜歡這種籃球的戶外活動 藉由這種有裁判的一個三對三的比賽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響應鬥牛一個快樂 多流汗 也是在暑假期間最好的一個運動的活動 在球場上盡情灰灑汗水交流球技 不飆車不吸毒危害自己的健康 看看這群愛打球的朋友 用最青春的一面來發揮自己的球技 享受在球場上打球的快樂 記者洪一輪草屯採訪報導